我是团长 上一节课呢 我们讲了揭秘大牛骨黑马 背后的奥秘系列课程 第一讲透视骨架结构 这一节课呢 我们来讲解密骨架分时 走势的密码上节 这一节课呢 总共会三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是骨架的分时走势 第二部分呢 竞价规则 第三部分呢 集合竞价实战 首先呢 我们来讲骨架的分时走势 骨架的分时走势呢 首先我们要从大盘分时的 黄白线来看 分时黄白线呢 即分时图上呢 显示的一条黄线和一条白线 又称为呢 黄白二龙 大盘和个股的黄白线 所代表的这个意图呢 有所不同 大盘分时图中的黄白线 白线呢 是代表加权的即时指数线 是交易所编制和发布的 往往呢 代表大盘股的这个走势 黄线呢 则代表不加权的即时指数线 是各个软件公司 自行编制的 往往代表 大多数小盘股的走势 那么黄白线与大盘涨跌的关系 当大盘上涨的时候呢 如果白线在上方 说明呢 大盘的上涨呢 主要是由大盘股带动的 如果黄线在上方呢 说明大盘股的上涨呢 是由中小盘个股带动的 相反呢 当大盘下跌的时候呢 如果白线在下方 说明大盘下跌 是由大盘股下跌造成的 如果黄线在下方 说明大盘下跌呢 是小盘股下跌造成 正常情况下呢 黄白二线呢 有相互牵拉的作用 即如果有一条线向上 另一条也会受到拉伸而向上 反之呢 一来 如果黄白两条线同时向上或向下 那么这个时候的力度会更强 也就是如果同时上涨 同时下跌的话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是大盘的分时走势图 白线呢 它是代表大盘股的方向的 黄线呢 是小盘股的方向 所以我们一般在看上阵指数的时候呢 我们要明白这两条K线呢 代表什么样的含义 因为你看懂了这个呢 你才能知道 究竟这个时间段 或者这个交易日 到底是大盘股强呢 还是小盘股强 同时呢 黄白两线呢 有牵拉作用 也就是有相互吸引的作用 那么讲完大盘个股分时限呢 我们再来讲一下 这个个股分时限 刚刚是大盘指数分时限 白线呢 代表股价当天的即时价格线 也就是当天的股价的即时价格 黄线呢 代表含成交量的加权平均价格线 代表呢 当天买进的投资者的平均 时价成本 在表A线 同等的涨幅时呢 如果分时走势中 成交量明显放量 则黄线呢 拉伸较快 若成交量没有放量 或者放量较小 则黄线 拉伸较慢 黄线呢 对白线呢 有较强的这个支撑和压制作用 因为呢 它代表了当天买进的这个投资者的平均成本 所以呢 它有很强的这个约束性 当白线呢 在黄线上方的时候呢 表示为支撑 当白线呢 在黄线下方的时候呢 表示为压制 如果十点钟呢 白线呢 没有站上黄线 并且逐步推进 那么持股今天呢 没有什么操盘的意愿 因为即时的这个价格线呢 并没有突破这个平均的时长成本 说明主力呢 不是想去拉 这个是个股分时的这个白线黄线的含义 那我们来可以明显的看一下 这是白线 这个是即时的价格走势 黄线呢 是代表了这个平均的时长成本 我们可以看这边 成交量明显放大 加全的黄线呢 则快速拉伸 我们看 先是白线拉伸 然后呢 黄线呢 随着这个成交量的逐步放大 黄线才持质了一点 那我们可以看这边呢 黄线呢 对白线有支撑作用 那在这边 成交量较前一波变小 加全的黄线拉伸呢 也较小 对吧 这边没有放量 没有放量 黄线呢 就不会随着呢 白线呢出现明显的拉伸 因为只有放量呢 代表了这个平均的这个价格成本呢 在抬升 如果你缩量呢 你即便价格抬升了 对当天的这个黄线影响呢 也是非常小 这个呢 是个股的这个 分时的这个黄白线的含义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第二部分 分时如中的成交量与内外盘 分时如中的成交量的每根量柱 是按每一分钟来计算的 每一天呢 有240根量柱 一般软件默认的 是由黄线来表示 我们可以通过工具呢 将分时成交量呢 用颜色来区分化开 红色呢 代表的是主动性买入的量 及外盘的量 绿色呢 代表呢 主动卖出的量 及内盘的量 白色显示的是呢 不归外盘 也不归内盘 属于中性的量 所以呢 通常情况下呢 内排 内盘呢 加外盘的总和 往往会小于当天 总成交量 那这个原因在此 因为呢 白色的 它不代表内盘 也不代表外盘 所以呢 它呢 也占据了总成交量 那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这边没有去具体的讲 但是呢 我们把这一点 记轻就好 也就是 我们最后看 股价的这个成交分数上 它有颜色 对吧 红色一般代表买入 对吧 绿色代表卖出 还有白色的 这边没有做图 但是很容易理解 我们再看 这个分时技术指标的应用 在实战操盘过程中呢 为了买卖点更精准 经常呢 借助分时图的技术指标 我们可以点击 分时图左下角的指标呢 将指标调出来 一般来说 有什么MACD KDJ 叫VSI 等等 一般呢 用MACD的这个指标 比较多 团长呢 一般用的比较多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多日分时图的这个应用 在实战操盘中呢 每当刚刚开盘的时候呢 因为当天分时走势的这个时间不长 整个分时呢 没有连续性 无法呢 对短时的趋势进行有效的判断 所以呢 需要调出多日的分时图 这样可以看清呢 多日分时图的支撑位和压力位 对大盘期个股的这个买卖点呢 做到更为精准的打击 调出多日分时图呢 可以右击右键呢 点击选择多日分时图 或点击分时走势 右下角的加减化来时间 这样呢 可以把多日 也就是多天的这个技术指标连接起来看 然后借助指标和价格的顶背离 底背离呢 做出更为精准的研判和卖点 买卖点 我们可以看这边 这边是五日分时 这是五天的价格的这个分时的连续的 这个情况 我们可以看 可以明显的划出支撑线 对吧 这边同样的 所以呢 你当你把多日分时调出来呢 你可以去做出股价的一些压力位支撑位的这个研判 因为它是多天的 代表了有更强的这个参考意义 那么下一部分呢 我们会讲 竞价规则 ؛ 竞价规则 他们在纪的设断中 做チーマ